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現在中國的青年失業率可以講得上的相當之高。 人民日報在7月10號發文呼籲年輕人 要去祖國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發揮光和熱, 從實際去出發選擇職業。 但是很多網友反而回應, 還有問題是沒有人需要祂, 要祂上山下鄉是否打仗呢? 我講好多這類的說話。 這一篇題目叫做《樹立正確就業官》的評論文章10號 就在人民日報以人民時評的名義發出來了。 但是上述的觀點和文明中, 對鄉村振興的推順, 令到很多網友就開始嘲諷他和笑他。 文章中說到, 青春的樣子本來就是有理想、感擔當、能吃苦、肯奮鬥的樣子。 樹立積極的就業觀念, 在鄉村振興就要綠色發展社會服務, 還有各個領域各個方面爭著去做排頭兵和生力軍, 一樣有實現青春的價值, 還可以為一生奮鬥奠定基石。 文章舉例, 大學生志願服務西部計劃中, 有些青年在打贏脫貧攻堅戰中建功立業, 有些青年成為省級優秀的共青團員得到磨練同成長。 在三支一符計劃中, 大學生新農人就將現代農業知識和技能帶到農村, 助力牢固中國飯碗又拓展到自身的職業賽道。 文章最後呼籲, 去到祖國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發揮光同熱, 不單止可以留下無悔的青春記憶, 而且將會在基層磨練中獲得受用終身的精神財富, 走好職業生涯提供源源不斷的滋養, 越是至全高遠就越是需要腳踏實地。 但是這篇文章無論在微博、微信、抖音這些平台發表完之後, 除了一開始有些附和性回應, 就引來好多網友嘲諷、怒罵,有人說了。 去到祖國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那又怎樣呢? 問題是去到都找不到工作, 無人需要它,有人就說了。 如果是從實際出發去選擇職業, 人工只有三千元, 他都認了,他都肯做的, 說自己夠不夠實際呀? 亦都有沒有我講了, 鄉村振興做新農人是不是叫他上山下鄉打仗呀? 他就說中國的煙草肯定需要發光發熱先點得著啦, 就等它發光發熱啦, 他說蹲在辦公室寫這樣的文章不怕被人罵的嗎? 那麼不少網友竟然還把矛頭指向人民日報, 就說了,想去人民日報上班行不行? 他說正確的職業官就是選擇去人民日報。 那些網友都幾搞笑呀, 其實找不到事做呢, 再出篇這樣的文章呢, 其實亦都是無補於事的, 因爲現在呢, 要解決的事不是說簡簡單單, 出幾篇文章就解決得到的嘛。 疫情這樣下來, 是叫做令到好多的就業機會都沒有了, 再加上科技更加發達啦, 因爲未來AI亦都會取代不少的人力, 就是這樣一層一環扣一環, 就令到青年失業率高漲咯。 好咯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邊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